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这个持播临线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这个留言 说我们很多老师 那天外面一个喉咙不太舒服 就多喝了一点水 然后讲话有点怪怪的 就好像我们很多老师 嗓子都不太好 要我们多注意一点 我们谢谢这个观众的这种关心 这个天津这个天气 的确你进入秋冬之际的时候 那个身体的变化 有些症状会比较明显一点 包括嗓子 他这个我也说不上来 因为我也没学过相关的医力 但这一段时间的确 这个呼吸道的这个问题 会比较多一点 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个我有把这个事情 跟老师们都去转达了 希望大家呢没事多喝喝温水 保持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呼吸道 这一方面的这种 稳定性 这点很重要 因为大家都是靠嘴巴吃饭嘛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早盘啊 万民哥觉得 应该算是走得不错了 这个成交量已经 1.5万亿了 这个 其实成交量是最重要的 成交量 其实可以反映出一个 这个周转率 跟换手率 如果 这个周转率高 换手率高 成交量也跟着高上来以后 其实大家都皆大欢喜 为什么 这个行情就可以慢慢上去 那国家呢 税收也可以增加 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 这个要稳定内需对不对啊 或者刺激内需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 金融市场上啊 下点功夫啊 可以呢创造这个财富效应啊 今天我这个休假的时候 跟这个我们朋友啊 也是股迷在那边聊天啊 他跟我讲啊 他说啊 其实现在啊 A股的那个突婴啊 突婴啊 其实已经被赶得差不多了 怎么讲呢 他讲9月底到10月 这一波大涨啊 其实很多这个空头啊 已经被杀光了 那因为那波涨得太凶了 那空头想逃都逃不了啊 是不是 这个等于是一次大消毒 把市场中的突婴啊 全部干光了 现在有的话也是 这个寥寥可数啊 不像之前那个突婴啊 是一群一群的 啊靠 这一波你给他抓完 你把他干掉 下一波他又来了啊 源源不绝啊 但我觉得这个现象啊 这个应该是有所改善啊 而且你当然你去看一件事情啊 黄金 哇这两天涨得可凶了 也2740块了吧 反正已经又创历史新高了 这个代表什么呢 预期美元会走落的 你别看他啊这个 什么宣布9月份的就业数据啊 失业率啊 非农就业人数啊有增加啊 什么有好转啊 这个联准会就不想 这个就会放慢这个降息的角度 我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啊 现在美国啊 我不是跟你讲 现在民主党这些权贵啊 其实混账到极点你知道吗 就是满脑子的鬼 就做事情呢都不走正道的 虚伪的一塌糊涂 说一套干一套 所以呢 他那个数字对不对啊 反正也是美国劳工局公布的啊 谁知道真谁知道假 其实啊 这个你问我如果五六年前 不要讲五六年两三年纪 你问我 哎美国的这些统计数据会不会造假 我跟大家讲不可能造假 但是你这一两年啊 情况不一样 这一两年情况不一样 尤其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民主党为了保自己的位置 为了抓这个权利 那是不择手段的 坏透了 这个已经打破过去啊 美国民主政治给人家的那个好的那个良好印象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这个我在台湾地区是学政治的 从这个大学搞到研究所 这个对美国的政治对不对 佩服都不得了 这个美国的政治啊 即使面临到很多冲击的话 都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70年代 美国在那个越南战场中啊 这个最后是落荒而逃 兵败如山倒 当然那是南越政府被这个北越的政府啊 就是现在越南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给这个灭了 但是呢 南越政府背后的老板啊 那是美国嘛 那美国撤出越南啊 其实就已经啊 有点难堪了 然后再加上 美国国内的反战 通货膨胀 经济一塌糊涂 就这样子折腾了十年啊 但是哎 这个里根上来以后啊 那不一样了 经过里根八年啊 历经图事啊 哎 美国又圆区又恢复了 而且最后还把啊 苏联给拖垮 那这厉害啊 形成了美国战后的这个超级霸权啊 那个时候就觉得哇 美国无所不能 但是我看现在美国不行了啊 美国现在不行了啊 这个这个情况啊 跟之前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代表一个国家立国的精神啊 在受到严重的侵蚀 啊 美国那种过去强调做人要诚实 啊 要勤肯的啊 这种观念不复存在了啊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 我就多多啰嗦几句了啊 有一个企业家 他一辈子搞制造业啊 他就很反对去搞什么金融啊 干嘛之类的啊 他觉得那个都是啊 这个不走正道啊 他说一个国家社会 要有一个正良的风俗习惯的话 就是就是每个人啊 都这个安居乐业啊 都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啊 这个早上八点钟去上班 下午五点钟下班啊 这个社会呢 风气好的话 对不对啊 然后就可以持续的发展啊 跟我们现在国家 一直强调实体经济有很大关系 你如果大家都去搞金融 耳鱼我诈 玩金钱游戏 这个社会人心啊 就被腐蚀掉了 那人心腐蚀掉以后呢 就影响到整个社会 影响到整个经济 影响到整个政治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好像似乎啊 就有点这种现象啊 刚开始啊 跟大家啰嗦举句啊 把这个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大家分享啊 第一条新闻啊 就是上个礼拜五啊 这个江苏常州啊 有一家飞机制造厂 叫做白金航线 它这个正式呢 这个有一款叫做W5000的 大型无人运输机 这个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无人运输机啊 这个宣布下线 马上要飞到那个珠海 去参加珠海航展 珠海航展可能下个月 就要这个开罗了 所以这段时间呢 有很多航太的新闻 那这个技术啊 这个除了世界最大以外啊 其实它改变的是一个 航空业的游戏规则 那大家讲到航空运输 过去呢都是 把那个什么旧的客机 改成货机 来进行什么 进行航空运输 真的 所有的航空运输 几乎都是二手机 载客的飞机飞了二十年以后呢 大部分都改成啊 货机 因为你东西设备老旧以后 你再重新装 不乏算了 你刚刚就把那些座椅给拆掉了 改成货舱 那你如果重新改装的话 那个可能坐起来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呢大多数的航空公司都是这么干 但是呢现在无人大型运输机出现以后啊 整个的航空运输的成本会大幅降低 如果跟大家先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W5000的照片 起飞重量10.8公顿 可以载重5公顿 飞行距离呢是2800公里 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吗 我跟大家举一件例子啊 那个飞机啊 载重啊 你大家看它最大起飞重量啊 的三分之一就是最大载重 打个比方说 咱们的这个运20 起飞重量是200吨 那它载重大概就是60公顿 可以算得出来 但是呢无人驾驶的飞机那不一样 它的这个最大起飞重量 跟最大的载重啊 大概是50% 所以呢它的起飞重量呢 是10公顿多一点点 但是呢载重可以5公顿 哎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 第一个驾驶员没有了 本来要两个驾驶员 现在两个驾驶员也没有了 所以驾驶员跟驾驶舱的空间 都剩下来了 驾驶员进行舱通运输的时候 对不对 要解决生理问题 所以还要赴厕所 厕所也没有了 还要准备逃生的这些设备 逃生设备也没有了 飞机飞到高空呢 要维持这个飞行员 相对比较一个舒适的环境呢 还有维生的很多系统 什么空调等等的 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就会省下来一堆的空间跟重量用来装货 所以效益一定会提高嘛 这个根据这个制造商 他们这个长洲白金航线公司 他的说法 将来用无人这个货机运输的时候 一个后台的操作员可以控制六架飞机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效率一定是大幅提升 然后呢 它的起降的距离啊 机场的设备啊 要求都没有那么严格了 所以呢 可以提高出勤的频率 把它一般这个货机呢 现在你飞隔20个小时以后呢 它可能要有一天的时间呢 去这个进行保养啊 维修啊等等的 那以后这个时间啊会大幅的缩短 这个一般来讲啦 飞机的这个维修啊 有分A B C D这四种啊 那大部分呢 比如说飞个100小时 你就会做A级的 飞个200小时呢 到300小时你要做B级的 你飞到500小时以上 你就会做C级的 而飞到2000小时以上呢 你就会去做D级的 这种维修啊现在这种维修的成本呢 也会大幅下降 所以航空货运会越来越便宜 这个可以保证 所以大家以后呢 去包裹啊快递啊邮寄啊 这个一定都是用货运的 不会给你这条你要货运还是录运啊 你要快速的还是 这个一般的这种邮件啊 不会不会 全部都用航空的 要不然就是航空的价格会大幅大幅的降低 那大家呢 这个会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会有更高的意愿呢 去选择航空运输 而且啊这个新闻啊 其实七八月就有流就流出来了 七八月啊你看这个美国啊 那个战区网络频团啊 Wall Rome啊这家公司啊 他这个就报导了 就报导了这个W5000的事情啊 他当时是说啊 W5000啊可以载重两公顿 他都已经觉得很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你听这个战区网络平台 你就知道啊 他主要是报导军事新闻 他讲这个飞机出来以后啊 对于前线人员还有货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货物的啊 或者这个作战资源的运输啊 会提会会会怎么讲 会提高更会增加更大的便利性 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 打仗啊就是兵马危动 两朝先行啊 这个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俄乌战争啊 双方在战场上啊火线上啊 这边交火啊 那后面的各种保障啊 这个后勤啊资源啊补给啊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尤其你进入这个科技化的战争啊 这方面的消耗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有一个载台或者有个平台呢 它可以呢用更具有弹性啊 然后更具有效率啊 更快速的反应啊来补充前线的需要的话 对于这个作战能力的提升啊 对不对啊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啊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新闻啊 那你可以看这家公司啊 这个除了这个W5000以外呢 其实它产品很多 W2000啊 还有垂直起降的这种直升运输直升机 通通都有啊 所以你就不难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中国的无人机啊 做到这个规模啊 做到这个技术啊 这个把人类啊 这个过去一百多年 航空工业发展的历史啊 对不对啊 到今天在中国的手上啊 对不对啊 已经这个 已经这个怎么讲 做了天翻这个这个 天翻覆地的这种革命性的 呈现起后的这种改变啊 这个 这个 很值得大家去 关注啊 相关的商机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那个低空经济 不太可能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再过三年啊 真的 你低空经济啊 说不定就跟现在 你用滴滴啊 用曹操啊 差不多了啊 我们看 这个时代会来得非常快啊 加上现在又有人工智能的负能啊 这个效率的啊 或者变迁的速度啊 这个就会 这个出乎意料之外 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 这个降临在你的面前了啊 跟大家分享第二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 这个中东的新闻啊 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原来的领导人 哈马斯的政治局主席呢 对不对啊 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呢 在伊朗遇刺被以色列人干掉了啊 干掉以后呢 就被这个叶亚新瓦尔 对不对来接 接棒了啊 那这个叶亚新格尔呢 新瓦尔呢 这个长期以来啊 被以色列追杀 但是始终抓不到他 但是呢 礼拜六的时候 在加萨的一场战斗中啊 不小心被以色列人给干掉了 而以色列人的军队啊 这个在加萨走廊 跟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士兵啊 这个交火 交火里面 他也不知道这三个是谁 后来呢 这个交火结束以后 把这三个人 这个消灭以后才发觉 哇原来是哈马斯的 现在的头头新瓦尔 那他这个遇难的过程中啊 最后一幕 居然都被无人机给拍下来 最后一幕呢 就是新瓦尔坐在那个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 可能受了重伤 看到那个无人机来的时候呢 还拿了一块木头呢 去丢那个无人机 想把无人机打下来 那当然这个打不打下来 那已经不重要了 好像没有打下来 因为那个无人机继续在拍嘛 然后被这个以色列的部队啊 这个补枪 一炮把他给打死 打死以后 我才知道 这个是新瓦尔 如果早知道是新瓦尔 说明他可以活下来 因为如果活的话 可能政治意义更大 那这个事情发生呢 其实对以色列来讲 他觉得非常振奋 这个哈马斯的头子呢 被我干掉 但是这个过程啊 这个很触目惊心 我们只能讲 就是壮烈牺牲 求人得人 这个一辈子为了这个哈马斯 为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民族命运啊 在那边拼搏 最后呢 这个壮烈成人 这个反映出啊 这个哈马斯在加萨跟以色列啊 是拼到最后一兵一卒 最后一枪一弹 这个人死了没有关系 但是呢 精神的感召力呢 对不对 那才是最可怕的 但是以色列人认为呢 把他给干掉以后呢 很快就会 这个人职 因为现在还有一百多个 以色列人质啊 被以色列 被哈马斯控制的啊 到哪去都不知道啊 之前说 哎呀这个辛瓦尔啊 这个四处躲藏啊 这个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啊 过着这个暗无天日的生活啊 然后旁边呢 都怎么样 瑕疵的这个人质啊 为了这个 这个自己的保命啊 所以都 旁边都围了很多人质 那后来证明 把他干掉以后 也没找到人质 那人质跑哪去 不知道 所以 以为把辛瓦尔干掉以后 就可以 让这个人质获得解救 那这个根本不成立的 然后 大家可以看 这两天西方媒体啊 就开始啊 去这个 对辛瓦尔做了很多负面报道 说他死的时候啊 身怀巨款 有一万多美金 他的老婆呢 也曝光了 老婆呢 对不对 一天到晚珠光宝气 都带着名牌 反正就来这一套 万民哥平安心讲啊 这都是胡说八道 就是把你搞臭 把你搞烂 纯心就恶心你 就这么回事 那更可怕的是 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啊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 马上就向以色列致贺殿 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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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赞扬以色列 把辛瓦尔干掉 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哈马斯很快就会被解决掉了 这个万民哥的看法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 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讲过啊 人这个名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诶 我为了我的理想啊 命都不要了 还 还 你还吓得到我吗 你还想用死亡来威胁我吗 你知道吧 这个 项羽本祭 司马迁的那个死祭项羽本祭中啊 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啊 这个处虽三户 亡情必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秦灭六国啊 大家一直觉得 楚国 这个最可怜 长期受到秦国的压迫 特别是这个楚怀王啊 这个被这个 秦孝文王啊 骗到 秦国 那个楚怀王真是一个糊涂蛋 就是秦国说啊 你到我这边来 我们 这个签一个门约 我送你多少 这个城池土地啊 你这样子表示我们两国啊 这个 永远的交好啊 不再 没有战争啊 这个 地结这个和平的 这种同盟 这个 这个楚怀王要去秦国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啊 哭天抢地的 叫他别去啊 这个是谁呢 叫屈元 那 那楚怀王 不晓得是怎么搞的 这个 反正呢 这个 就是 拽牛角尖 认为啊 秦国不会对他怎么样 因为他是楚国的国王嘛 楚国的君主啊 所以不会怎么样 去了 去了以后 就被秦国给扣押 不放回来了 那 楚国就打不过秦国啊 那莫可奈何啊 怎么办呢 那只有另立新主啊 但是 楚国人啊 从此 就 怎么讲 就 就 就在 秦国的淫威之下 对不对 有志难生 为什么 你的国王在我手上啊 你敢怎么样 你如果不就范的话 我就把这个楚怀王干掉 杀了 就这样去要挟楚国人 楚国人 这个 非常的委屈 那 这个屈元呢 最后呢 就投那个密罗江 这个 殉国了 这个 是历史上 这个 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呢 秦牧啊 天下大乱的时候 对不对 楚国就有一句 这个谚语 就是 这个 楚虽三富 王秦则楚 就是 将来 对不对 这个 秦国一定会被 楚国人给灭亡的 后来果然 果不出其然 这个灭掉秦国的是谁呢 是项尼 最后建立大汉王朝的是 刘邦 他们都是秦国人 不是 他们都是楚国人 两个都是我的小老乡 因为项羽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现在那个数千人 我就是数千人 那那个 这个 刘邦呢 叫佩仙人 佩仙就挨在数千旁边 所以呢 佩仙人就是数千人 数千人就是佩仙人 反正就这么回事 都是那一代的人 都是楚国人 所以你就知道 你把它套在 这个 巴勒斯坦人 或者阿拉伯人 长期跟以色列 斗争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觉得 还很有道理 将来以色列人 说不清楚就栽在巴勒斯坦人手上 所以以色列人呢 不要为现在 你在军事上 超越别人 随时可以拿捏人家 在那边自民得意 你这个一年下来 以色列的国际地位 还有这个 国际上的这种评价风评 已经呢 这个彻底的 被翻转过来了 以前中国人还 对犹太人有好感 你现在去问问 有几个中国人 对犹太人还有好感 这个 很值得大家去玩味 所以 你就觉得一个国家 没有历史 就是很悲哀的 就像这种拜登 你别看他一副道貌爱的人 这个是全世界 名义上是全世界 最有权力的人 其实非常的可悲 非常的无知 这个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条新闻 美国人跟以色列人 其实就是狼狈为奸 这个礼拜天 有一个大新闻 就是 以色列 美国出动的 B2轰炸机 去轰炸谁呢 轰炸胡塞 胡塞不就脱协军吗 B2轰炸机 是什么轰炸机呢 是美国的战略武器啊 B2的存在呢 是要执行战略任务啊 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 就是丢核子弹 就把这个国之重器 拿来去打脱协军 这个根据媒体的报道 这个B2呢 带了六颗 专地炸弹 去炸那个 胡塞 我再想一想啊 胡塞这种游击队啊 这种脱协军啊 它有什么高价值的战略目标 值得你以色列 不 值得你美国出动B2轰炸机去炸它 还有带一个专地弹 那个专地弹都是干什么呢 都是用来做精准打击的 这个那你就可以 你就不难想叫啊 我只能觉得美国人就是疯了 为什么呢 它用这个出动B2轰炸机的方式呢 去打胡塞 用这个方式呢 去威射威吓 去下什么 去下伊朗 你看看啊 这个胡塞是你的小兄弟 我现在呢 有一个最好的武器 B2轰炸机 带着最厉害的炸弹 这个专地炸弹 去炸给你看 你会不会怕 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会觉得很无聊嘛 你有本事你就直接去炸伊朗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炸人家胡塞有个屁用啊 是不是 有什么用啊 那我们再看看啊 其实从去年啊 10月份到现在 这一波中东的冲突啊 外民哥觉得 表现最好的就是胡塞 当然第一个呢 它跟以色列距离很远 将近两千公里 这以色列打不到它 要打它很麻烦 要派F15啊 然后中间还有空中加油啊 对不对啊 那很麻烦的 这个 那这个 一次也代表了多少炸弹 而且它也不怕你炸 就是 它值得你去派飞机轰炸的目标 其实 很难找得到啦 很非常有限啦 那游击队也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你有本事你就直接派兵 这个进入也门 来抓我啊 那他就晓得以色列对不对啊 拿他一点没办法 所以没事 有事没事呢 对不对啊 就搞一颗炸弹 听说现在还有超音速这个导弹 要不然就是封锁这个 红海 让这个 进入以色列的 这个船子呢 对不对啊 这个 不得安宁 对以色列的经济啊 还有金出国贸易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个伤害呢 对不对啊 远远的超过 这个伊朗啊 还有这些抵抗政线啊 这个真主党啊 对以色列的伤害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根据万民哥的 这个去查的这个资料 对不对啊 从去年十月 到今年 现在九月啊 这个是国外媒体所做的统计啊 这个胡塞总共发射了 1900枚无人机或者导弹 炸成了大概一百一十九艘 美国以色列还有英国相关的船只 那他的攻击目标的高潮呢 是在今年五月份 那美国人 这个组织的繁荣卫视计划 搞了一年多 还是没办法摆平这个胡塞组织 所以说厉不厉害 光那个MQ 这个9B的那个 那个死神无人机啊 那查打一体的 长航时的 这个死神无人机 就被胡塞 击落了十一架 单价呢七千八百万美金 你 你 据说啦 为了执行这个卫视计划呢 美国人大概已经花了三四百亿美金了 这个 损失很大 这个算一本经济账的话 那的确啊 这个 非常的不划算 跟大家互动一下子 今天呢 这个讨论的啊 都是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些新闻啊 我跟大家举一件例子 我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子啊 十一月五号嘛 美国就要选总统了嘛 就投票日到了啊 这个 到明年一月新的总统上来之前啊 这个美国的政策啊 啊 大概呢 不会有什么啊 出人意外的重大政策啊 因为 拜登就是看守 内阁嘛 他现在唯一的方式就是 替哈里斯复航啊 这个复航的方式呢 就是 这个 跟美国相关的啊 这些地缘政治的摩擦呢 不要被扩大化 不要失控啊 不要有个三长两短 不要有个意外 影响到哈里斯的选情啊 所以呢 这个 什么产业政策啊 金融政策啊 大概都不会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措施出炉了啊 这个 宝龙你好 三知青青 金金中午好啊 月学 月学 月学柱你好 哦 蜂蜜水和琵琶糕 哎 比较好 哎 对对对 蜂蜜水还不错啊 这个 呃 哪能多如意啊 万事只求 半秤心啊 你这是知足常乐啊 你们应该搬到 海南省 那里的气候 比较适合我们 我们这些 有台湾 海南地区来的啊 还有很多 这个 内地的同仁啊 他们能不能搬到那边去啊 而且说实在我还不太喜欢 去海南岛 因为我去过两次海南岛啊 太热了啊 我怕热我怕热啊 这个 吴盛浩 你好 这个冬冬墙 这个 浅荣 浅荣 啊 你来了 你不是天天都来了吗 高科技以后 类似 上甘岭的 呃 这样的 这个战役啊 不用送 一框苹果 然后这个 这个 对啊 这个上甘岭上一颗苹果的故事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 别讲上甘岭啊 你看那个长津湖啊 那个 那个资源军的战士啊 其实 真正啊 这个 重弹啊 或者被美国人 这个 打死的不多 大部分呢 都是被冻死的 这个 没有办法啊 这个就是 这个 非战斗警员 这个问题比较大 打倒以色列 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博派 哇 大家对于 犹太人真的都没什么 好印象啊 这个 哎 制作你也不可活了 我们就只能这么讲了啊 好 那我们这接下来再看一件事情 你更可以证明啊 啊 以色列人跟美国人是 这个狼狈为奸啊 就是 伊朗有一个 啊 这个 社交平台 披露了一个 机密文件 啊 这个机密文件呢 来自美国的 NGA 就是地理空间局 还有美国的 NSA 啊 国家安全局 啊 这个一份文件呢 是 啊 这个 啊 呃 呃 一份文件 这个 有点啊 有点怎么讲 有点太过了 你要搞个十月二号嘛 你搞个十月一号 这个 不是替熊猫找麻烦吗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 这个开玩笑的话了啊 结果 这以色列人一直说 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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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拖了十几二十天啊 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啊 这个 毕竟啊 伊朗跟以色列 相距啊 至少一千五百公里 啊 所以你要怎么去报复它 啊 飞机嘛 不容易飞过去 啊 可能呢 只能用导弹 这个导弹要怎么打 哎 这个要用飞机 载着导弹去打呢 还是从以色列本土去发射过去呢 还是呢 这个 以色列派船呢 到阿拉伯海去 打伊朗啊 这个 有很多选项啊 但是 每一个选项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每个选项所要使用的 啊 装备武器都不一样啊 所以 从 美国提供以色列的武器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啊 啊 大概就可以预知啊 这个以色列用什么方法去报复了 啊 那另外一个新闻呢 就是 以色列部队啊 啊 另外一个文件 机密文件啊 是以色列部队啊 演练 的状况 啊 这个空军飞机该怎么飞 导弹该怎么射 啊 这个 特种部队呢 啊 该去怎么收集情报 啊 啊 进行这个精准打击 啊 反正一定是这一类 这一类的这种内容 啊 被人家披露出来了 那这个影响很大呀 啊 本来安排好的这个报复计划呢 可能就会受到干扰啊 被迫要 延后啊 啊 或者去改变啊 啊 这个 都 形成了 啊 一些 呃 你看嘛 这个叫出师未捷嘛 出师未捷 这部队还没有出动 这个结果呢 底牌都被人家掀出来了 啊 这个当然以色列人很不高兴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以色列人要去报复伊朗啊 美国嘴巴上说 哎呀以色列你克制克制啊 不要去打那个 不要去打这个 但是以色列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呢 其实都是跟美国讲好的 所以美国人呢 处理中东问题啊 就是唱双簧 啊 就说一套干一套 啊 表面上呢是要维持稳定 啊 控制风险啊 啊 那私底下呢就跟以色列都已经串通好了啊 啊 你去打那个我给你什么 啊 你打这个我又有什么东西又什么绝活啊 啊 通通都可以传授给你 就来这一套啊 啊 要钱有钱啊 要武器有武器除了人以外对吧 嗯 我美国都可以给你百分之百的支持啊 这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 所以 以色列今天在中东地区这么嚣张跋扈啊 啊 这么 这么违反人 为 这个做了那么多反人类的行为啊 其实 背后 啊 都是 跟美国一起合作的 啊 所以美国也有责任 啊 啊 那我们看另外一个新闻也很好笑 啊 很多 国内有一些这个军事专家啊 就说 哎呀这个 哈马斯啊 真主党啊 伊朗打不过以色列的啦 啊 啊 这个 以色列的大军呢一样开心加沙的话 那哈马斯呢 必然呢 会被彻底戒灭 反正就来这一套 然后如果打仗都是像你讲那么容易的话 那怎么还有中国革命成功啊 那怎么还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啊 啊 是不是啊 所以 不是那么样讲的 那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啊 啊 周 礼拜天的时候 啊 这个 遭受到攻击 啊 这为什么呢 就是 真主党啊 啊 用无人机去 啊 炸了 内塔尼亚胡的 别墅 啊 这个别墅呢 去这个 黎巴嫩南部的边界呢 大概呢 是 七八十公里 啊 现在 现在真主党也很厉害啊 他的这个无人机啊 外面一个看那个影片啊 啊 以色列派那个 阿帕奇直针机啊 去拦截那个无人机啊 哎 追不上无人机耶 他这个无人机 不知道是什么无人机啊 又飞得很快啊 啊 就就就就看他 眼睁睁的看他 他这个 越跑越远 啊 这个没办法拦截 啊 去炸了他的别墅 啊 那你就知道啊 真主党啊 这个即便啊 这个领导人 被暗杀了 啊 失去了指挥中枢 但是呢 他的军事情动 完全不受影响 啊 因为他的战斗组织呢 是扁平式的 是分散式的 啊 这个领导中心被拔了 啊 但是呢 底下的啊 啊 这个部队呢 对不对啊 啊 啊 不管是 哪 是属于哪 哪一个的这个 编制 哪个银的 或者哪个铝的啊 他们自己呢 对不对 可以就他们 本身的能力呢 对不对啊 这个去打 对以色列呢 进行打击 而且 还有一定的协调性 啊 你这就不能不佩服啊 真主党跟以色列啊 搞了几十年啊 这个慢慢慢慢也摸索出他们的作战经验啊 这套战法呢 哎 也很多地方啊 值得 啊 这个 这个 被压迫的民族啊 对不对啊 拿来做参考 哎 你不要看啊 当年 这个 咱们中国 这个革命 对不对啊 乡村包围 这个城市 对不对啊 这个 对 这个后来战争形态的发展啊 其实 也起了这个 非常巨大的作用啊 这个有一定的 这个意义啊 外民哥以前小时候不懂啊 奇怪 那个时候 上个世纪六六年代七年代啊 全球的 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呢 怎么都是跟 啊 中国共产党 啊 学习啊 长大以后慢慢慢慢才明白啊 这个非对称的战争嘛 就是这么回事啊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 分享一个新闻 马斯克拼了 怎么拼呢 这个 礼拜六礼拜天啊 这个 这个 马斯克啊 一天发了 一百万美金的支票 两天就两百万 啊 这个 估计呢 今天还要再发第三章 为什么呢 他宣布啊 在美国总统大选啊 六 七个关键州 啊 这个 賓州 乔治亚州 啊 这个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北卡路兰州 这六个啊 啊 这个美国选举大选中的所谓摇摆州的选民啊 如果去签署啊 啊 这个马斯克所成立的啊 啊 啊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啊 啊 党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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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布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很简单 啊 就是 你支付支持啊 啊 啊 这个美国宪法第一条跟第二条修正案 第一条修正案呢 就是言论自由 第二条修正案呢 就是 美国人持有群支的 这个自由 你只要表示支持 然后签署的话 啊 你就有资格参加抽奖 啊 這一段時間到11月4號 因為11月5號投票 那就算了 到11月4號 每天抽一個簽署這個文件的人 然後給他100萬美金 這個事情當然就有巨大的效應 因為我看媒體報導 馬斯克說 我這個成立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推出這個連署以來 這個主流媒體都不去報導 什麼CNN啊 什麼CBS啊 紐約時報啊 都在抵制這個 那你這樣子的話 那我有我的辦法 我就用這個摸獎的分析 全民來摸獎的方式 來引起這個大家的關注 然後呢 能夠形成對這個法案的支持 因為這兩條的內容呢 一個這個石油武器的自由呢 是特朗普的政見 那言論自由呢 是馬斯克他自己標榜的這個主旨 所以呢 這個簽署這個文件就表示支持馬斯克 支持特朗普啊 這個除了可以拿到47塊美金之外呢 還可以有抽獎的機會 你看 助選 助到這個份上啊 這個也是空前絕後的啊 那最新的民調出來了啊 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按照紐約時報的民調啊 你可以看得出來啊 這個特朗普現在 追哈里斯啊 追得很緊啊 只差一個百分點 最 這個兩個人呢 距離最大的時候呢 曾經 有五個百分點的差距 現在只剩一個百分點 但是呢 你跟國會三報 他自己的報導 就認為呢 這個特朗普啊 在國會三報 長期的民調追蹤過程中啊 這個禮拜六已經 上個禮拜六 已經首次啊 超過了哈里斯 這個 所以現在啊 這個美國的選舉啊 這個勢均力敵啊 這個 但萬米格認為啊 特朗普應該 八九不離十了 所以大家呢 對於特朗普上台以後 幹什麼事情呢 現在趕快啊 這個弄清楚 我跟大家講一件最重要的 特朗普上台以後 一定會降息 一定會走弱勢美元 啊 這個對大家股民呢 都有幫助啊 我們今天只能講到這邊啊 這個明天再找大家時間呢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這個 接下來呢 張老師要跟大家 啊 壓今天最重要的行情 大家不要離開這個平台啊 我們明天見 拜拜